各位觀眾 你今天吃蛋了嗎 我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吃的蛋 很多都是來自巴西 因為巴西進了 八千多萬顆的雞蛋 雖然裡面有一些是 不合標準已經退貨 甚至因為撞毀的關係 巴西現在這件事情 最近吵得多兇啊 原因就是因為你吃一顆蛋 它賺了不少錢 你能想像一間 五十萬資本額的公司 竟然能夠賺到 上億元的補助嗎 這補助到底從何而來 我們現在再講給你聽一次 這家公司叫做超私公司 它資本有五十萬 設立才僅僅一年 好 它的樣子 就是一個透天作 你看起來不像是一個公司啦 它在一百一十年 九月五號登記 有趣的來了 在今年二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它停業了 不幹了 殊不知不到幾天 三月二號就申請復業了 隨即四五六七 陸陸續續進口了 八千八百一十萬顆的雞蛋 最後獲得了專案補助 我就問啦 大家在問 二月二號你停業 你三月多 怎麼會突然申請復業 難道你聽到什麼風聲了嗎 或是誰叫你把這一家店 趕快這家公司 趕快再開起來 因為我們有大訂單要進來了 好 原因是什麼 農業部這邊說 我們沒有給上億元給超私 就是說農業部沒有直接補助 給我們剛剛談到這家 五十萬資本額的公司 而是給了中央續廠會 他們是完全玩文字遊戲 中央續廠會當初怎麼樣 他簡單講 你們能夠從國外進多少蛋 我就給你一定的價格 全部都收購 我全買了 所以他是高價收購超私的雞蛋 那低價再賣給蛋商 這中間 因為我高價收購嘛 低價 所以中間的這個補助就是農業部的補助 好 但是現在問題點來了 第一個 超私你的雞蛋 從巴西進雞蛋 你成本是多少 第二個 你續廠會的收購價格是多少 你今天不要給我說 你雞蛋成本一顆三塊錢 你收購十塊 那不就暴利嗎 對不對 第三個 超私你賺多少呢 這一些疑問 三個章送給你 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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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人民會氣嘛 好 我們來看了 能夠這家公司到底多有來頭 我們剛剛講的五十萬的資本額 你真的哪來這麼多錢啊 第一個 來看到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好 從五公噸到1335公噸 到1697公噸 到七月是最高峰 這樣陸陸續續加了30%的關稅 你需要花5.5億啊 你的稅金 1.49億 還記得我剛剛跟大家強調 五十萬資本額嗎 你五十萬資本額你哪來的 1.49億啊 你背後的人是誰 誰先幫你出錢 誰先幫你墊錢 這個是我們要問的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農業部 畜牧師的副市長李宜謙 他怎麼說 他說我們當初啊 大家一直說什麼 為什麼只找這五十萬公司咧 你們一定是 有人護航 有門神 沒有沒有 我們有標準啊 標準一 你可以媒合 這一些出口國 這些出口國是沒有疫情的 比如說潛流感啦 等等疫情 你有可以媒合 第二個 你必須提出當地政府的檢驗證明 包括有沒有病啦 包括有抗生素等等 你要證明 第三個 報價合理 你不能四個字 就送我報價合理 你的報價是多少啊 你今天有九家的這些業者 陸陸續續進彈進來 每一家的價格是一樣的嗎 會不會你超市進來的價格就是比較高呢 這是我們要問的 第四個是 今年三月底前 可以訂第一筆單 簡單來講 三月底前你要給我出單啊 所以這才會造成很多人就是 可能沒辦法從其他國家這麼快速的進來 所以全部都打退堂股 就是這一家超市它最厲害 我剛剛提到了 三月二號申請附業 三月底前可以訂第一筆單 這不就是一個完美的套路 完美的設計嗎 那另外這個副司長也把心裡話也講出來 他說沒有一定的經驗啊 很難辦得成 因為光是稅金需要先墊錢 可以辦得成的進口商實力 不容懷疑 超市資本額不僅五十多萬 可能是因為台灣人有時候很低調 登記的資金額不多 但後面的董監事財力雄厚 但現在超市它現在被說是藝人公司啊 老闆是一樣的人 董監事是一樣的人 那你這個副司長 你後面又說財力雄厚 你是知道什麼 你又是不敢說嗎 來 林涛你怎麼看 太誇張了 這個趙盒巴西有一批這麼好的蛋 馬上可以進口 怎麼 他知道呢 我跟大家講喔 大家只要聽到蛋的品牌 會聽到什麼 大臣 普風馬 現在你要記得這一家超市 太厲害了 知道巴西有一批蛋 而且我跟大家講超市的錢 就是他之前的公司 是岡山的無記 這個雜貨店賣蛋的 那這賣蛋呢 資本額更低 不是50萬 是2萬5 這2萬5 所以基本上呢 太厲害了 高雄在地的一個雜貨店的老闆 他竟然知道巴西 有一批蛋可以馬上購買 到底是誰通風報信的 這絕對不可能是 我突然知道巴西有一個蛋 然後我花這麼多的資本 一定是有確定的來源 確定的數量 確定的管道 告訴你這可以買嘛 那我合理懷疑嘛 這很奇怪 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在很多的土地重化裡面 大家說公辦重化 賺不了錢 但是呢人民賺到了錢 私辦了重化區 人民賺不了錢 可是財團賺飽飽嘛 那依照他的邏輯 為什麼 你超市在巴西買的蛋 你不給台農投資 就是買這個巴西的蛋 他也在巴西買這個蛋 為什麼他只買44萬顆 他買8814萬顆的蛋 為什麼 我去查了一下台農投資喔 台農投資的老闆是唐淑華 唐淑華基本上就是台農發的法人代表 來台農投資來擔任這個法人代表 而這個法人代表了之前 就在農委會的國際處擔任科長 檢任的科長 所以他對台灣或整個國際上 整個農產的趨勢是最了解的 他知道怎麼解決農產的問題 那好啦 如果他知道巴西可以有蛋 為什麼你不由官方 不由國家幾乎是百分之百投資的 台農的投資來買 你為什麼要給超市 有這麼好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給一個私人去買 林超你現在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的官股單位 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哪裡有蛋 我一清二楚 對我合理懷疑嘛 而且你自己看 所有的人買蛋 就你台農投資 也是到去巴西買蛋 那你為什麼這8000多顆 不弄台農投資來買 你要給一個私人的 而且是前身是25000塊 資本額的一個在地的農場 雜貨店的人買嗎 這是非常不疑所思的事情 而且我們看啦 他登記的事項裡面也很奇怪 說真的啦 你這個超市 進口8814萬顆蛋 如果你是說 我之前做過蛋的生意 對不對 我在跟鋼商做生意 那為什麼你不用原本 原本你那一個鋼商無記的 這個蛋的地址來登記呢 之前登記在信義街 跟這個建英南路 那是大路口啊 你賣蛋啊 你今天把超市公司 登記在個民宅裡面 你就是有鬼 你就是有鬼 你到現在還不出來講清楚 透過那個窗戶講說 我賠錢 你賠錢 你到底是不是賺錢還是賠錢 你看 雞蛋的成本 你又不公開 你的畜產會的收購價 你不公開 你到底是賺還是賠 我覺得全民都在看這一個案子 就絕對不能是蒙混過關的一個案子 博弈哥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對於超市來講 你們在污蔑我啊 你們缺蛋 我辛辛苦苦 在巴西找到蛋 幫大家解決蛋荒 現在反而來罵我 我在貨運到這邊 這個蛋可能會爛掉啦 蛋可能因為會撞破啦 又被查出有抗生素 你們怎麼會罵我啊 但是這個邏輯來了 如果你今天跟我講說 我會虧錢 我應該出來說嘛 我幫大家做那麼多 那我還虧錢 但現在看起來沒有虧錢啊 因為三個不公開 都沒有解決掉啊 沙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的生意沒人幹 如果他真的賠錢 你認為他會來做這麼多 買賣蛋價 然後到巴西進口這麼多蛋的事情嗎 他當然不會做嘛 所以每次講都很好聽 我都賠錢啊 我都為大家做很多事情 結果呢 還不是每個賺得飽飽飽 哪一個有賠過錢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 他們的一些好朋友 利用他們的關係 拿到多少的意義 我說真的 這些都是不公開的秘密 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不要話講這麼好聽 我們回到講實際的狀況了 缺蛋的情況 現在跟之前最嚴重的情況比 的確是好一點 因為像之前缺的這麼嚴重了 但問題是在這個蛋的數量上升的情況之下 發生了幾個很奇怪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蛋的數量變多 蛋價應該要下跌嘛 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在早餐店 在餐廳裡面吃到蛋類食品的價錢 有回跌嗎 有回到以前的水準嗎 沒有嘛 還是要很貴 民眾的錢越來越薄 這是不真的事實 再第二個更離譜的是 蔡政府你這個補貼雞蛋的專案 不要說不透明 根本就黑箱啊 什麼都看不到 第一個很簡單 補貼金額不知道 補貼差價資訊不知道 甚至是每一家購買的這個雞蛋的價錢 收購價錢多少錢 也不知道 我真的只想請問一下 對於一個這麼大的一個收購案子 一個這麼大民生的議題 你蔡政府是否好歹應該要讓民眾知道 你每一顆雞蛋收購價錢為多少錢 這最基本的嘛 把價錢公布出來 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合理報價嘛 不是你口中講一句 我們都合理報價 但多少錢 不知道 那不都白講 我覺得這非常難看 要知道蔡政府執政這7年來 什麼公怪陸禮的事情都有發生啊 還記得之前疫情發生的時候 高登小吃店 也是資本額200萬啊 承接了16億的快篩合約 朗洪科技 330萬的資本額 承接了3.8億的快篩訂單 一個兩三百萬資本額公司 能夠承接這麼大標案的快篩的一個案子 我真的覺得 丟臉 因為連一個民黨立委 陳明文 在高鐵吊錢都比他們多啊 都比資本額還高啊 那我們也通通可以去承包啦 所以這誇張 然後一直到綠能產業 一堆資本額五萬十萬的公司 每過兩三年 資本額變五億十億啊 每個變投資之神啊 到現在 連雞蛋都要賺 太誇張 一個資本額五十萬的公司 成立半年左右 就居然能夠去承接一個八千多萬顆的一個大型訂單 而這麼離譜 這麼誇張的事情爆發完之後 覺得最讓人家心喊的是什麼 是我們農業部的答案 他怎麼回答 他跟我說 絕無不法 就結案了 沒事 一切當作雲彈風行沒有事情 但問題是那些差價這些差額 都還是全民買單 拿我們的稅計程度來貼補 民黨真的拜託你 治國你真的完全沒有能力 但至少你把一些公開透明的資訊讓民眾知道 讓民眾能夠有一個合理安心的感受 這是最基本最小的要求了 今天我們剛剛一直談到五十萬的資本公司 但是稅金要繳1.49億 你哪來的錢 而且他又是一個人的公司 自己是老闆 董監事又是自己人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是 他其實是有人托他去買 那他其實只是一個空頭的公司 這家公司背後到底還有什麼故事在 其實我們很不想要這樣子去踩車 但是呢 有鑒於在民進黨執政這一段時間 包含剛才博弈哥幫大家盤點到的 這個快篩的事情 最有名嘛 你一個小吃店 去可以飆到我們快篩的生意 小吃店跟快篩 兩個有什麼相關聯 更何況他的資本額200萬 他去飆了一個上億的快篩 這個已經起人疑鬥了 所以大家第一 這個這件事情大家是對民進黨不信任嘛 第一個就是說 你過去有這種前科 這個資本額很小的公司 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在拿到民進黨的標案之下 都可以在幾年內瞬間翻倍 這個身價暴漲 這是第一個 大家覺得起人疑鬥 第二個 實際上的問題是什麼 缺快篩 在缺雞蛋 我們成立這個雞蛋國家隊多少年了 有什麼成效嗎 從去年我們就談缺蛋 談到今年現在此時此刻 又在談缺蛋 然後呢這一間公司又被挖出來 而且怎麼剛好跟這個小吃店一樣 都是在高雄成立的 高雄的金發局審核有沒有問題 而且很簡單一個邏輯啊 你是這個中央農業部 現在不管你有沒有補助喔 你透過他去向國外買雞蛋好了 你不用審核嗎 我們應該這些審核資料過來 審核資料過來 你看資本額這麼少的話 理論上他是拿不到政府標案的 大家會有所質疑啊 所以現在在問說 你光很簡單一個邏輯 剛才我們CG上面有講 你資本額50萬 你的進口你光稅金 就要講1.49億耶 這完全不成比例 當然啦 我看新聞現在在講說 這個負責人喔 他現在跳出來喊冤 他講說什麼 他是好心喔 幫政府找蛋 然後他說他沒有拿任何一毛補助 然後結果被現在大家攻擊 但最好笑的是他講說什麼 他說呢 他這個為了要幫幫政府 然後他說他以前有進口日本蛋的經驗 然後呢 他有管道接觸到這個巴西 所以才幫忙進口雞蛋 但他自己也不清楚有沒有賺錢 拜託 你一個負責人你不知道有沒有賺錢 這個聽起來已經匪夷所思了 然後你到底有什麼管道可以接觸到巴西這邊 可以進口雞蛋 我覺得他 現在大家去追他了 他有必要對大家說明清楚 尤其最應該說明清楚的是農業部啊 大家還記得前陣子去年這個缺蛋的時候 陳吉仲不是在講說 我們什麼從國外進口雞蛋 我記得還從澳洲還是什麼的 你進口結果現在大家被挖出來巴西這件事情 農業部不用對大家說明嗎 陳吉仲不用負責嗎 來原子我們剛剛提到了 其實這次補助案件最嚴重的事情是什麼 關鍵點就是說 農業部拿這個補助叫做農業補助 這要幫助農民的拿去補助進口蛋 那你現在就是治標沒有資本嗎 難道我們以後每年都要進蛋 進蛋的時候國外一直進蛋 那我們本土的蛋應該怎麼辦 趙雲講到一個重點 他這個錢使用的名不正言不順 因為他來自於農業發展基金 對這個錢應該是要讓我們國內的基農 比如說讓他們可以提高他們的設備嘛 讓他的產蛋量可以提高嘛 去解決蛋荒問題嘛 可是我們的執政黨無能嘛 所以造成蛋荒嘛 結果呢因為有這個需求 所以他們就委託這家超市公司 當然他們的講法不是委託 但是意思是一樣啦 就是給了高額的補助 讓他去進口這些蛋 這個代表你雙重無能耶 為什麼呢 因為你 這裡面就有很多人謀不張的東西在裡面 我們剛剛都質疑過了嘛 這家超市公司是 資本額是50萬 50萬是什麼意思呢 50萬就是說 他進口的蛋如果出問題啦 他最高上限就賠到50萬而已啦 可是你看他做多少錢的生意 幾億的生意耶 你不覺得光是想到這個就很有貓膩嗎 而且政府怎麼可能會委託這家公司 成立一年 然後停業又 先停業 然後再副業的公司去做那麼大筆的生意 這簡直聽起來非常荒謬 那剛剛大家其實都講了很多啦 剛剛博弈有講到那個高增環球 他是進口快篩的 我剛剛補充一下 他本來是小吃店 200萬的業額 後來轉行程可以進口快篩對不對 結果他拿到多少錢的訂單 16.5億 200萬的資本額 拿到16.5億的快篩 後來被國民黨立委踢爆對不對 結果那個老闆跳出來說 好啊沒關係啊 你質疑我 老子不幹了可以吧 然後一副好像說 那如果快篩沒有的話 你去怪國民黨 後來你知道嗎 我一個學長直接跟我說 這家公司呢 以前就有違反過一次法 為什麼 他賣過假口罩啦 我就問啦 陳思中 已經下台了 他現在是賴清德台北市進展總部主委 陳思中 你怎麼會給一家 有違反過要依一次法 賣過假口罩的廠商 16.5億的快篩訂單 你們 這個你告訴我 沒有人貌部長沒有貓膩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神奇啦 所以為什麼 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這麼多的事情 因為無能造成需求 然後再跟一些很奇怪的廠商牟利 然後這個太多貓膩在裡面了 周一到周五晚間十點 請鎖定 懷疑地板狀